19号 美中两国在美国华府展开为期两天的美中贸易工作组会议 中方代表团由中裁办副主任兼财政部副部长廖明首次带队 代表团成员达30人 美国部分则由美国贸易副代表格瑞斯领军谈判 为10月在华府举行的高层会谈铺路 路透社报道 遇到这次的谈判焦点将高度聚焦在农产品和芬太尼问题 不过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四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表示 美国真正要处理的还是中共的结构性问题 美国副总统彭斯接受福斯新闻专访时直言 中共的结构性问题对美国发动了实际的战争 这些问题必须解决 白宫经济公文科德洛接受采访时 已细数中共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包括智慧财产窃盗 强制技术转让 网络骇客 企业间谍等 科德·洛宾透露 美中高层谈判将会在10月中旬举行 路透社报道 白宫官员透露 谈判气氛有所缓和 美方正在敦促北京达成协议 部分中方代表团成员将在下周参观美国农业区 新讨人亚太电视张其林 综合报道 语统员 Bead is eed qu'd be be a 蜜��的证明